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想說個 讓夾娃機同好都會心驚膽跳的故事 是這樣 一如往常到了台中某間娃娃機店 看到了不錯的商品 正準備換錢的時候 發生奇異的事情 錢吐了出來 這時候一般人應該都會再放進去一次 但我跟別人不一樣 翻了身再插路 心想這總算可以了吧 竟然不收 我再翻 他猜一吐 是不是在搞我 還好我有珍藏一張 稀有經典1949年所發行的 櫻桃紅陽銀山中山樓 做國父大操 不收就不收 機器上好像顯示 零錢不足 沒辦法 死命地往錢包裡翻找 找到碩果僅存的石原 這種槍位 雖然有希致環的防守 但對我這高手來說 哼哼 小意思 先來個肢體不協調的多段甩 兩爪扣到目標 最慘不忍睹的事情發生了 不止沒出 跑到更好的位置後 我就沒錢了 所以我當機立斷 出去外面找超商 這時候發現 遠處的燈光 該不會還有一家娃娃機店 立馬快步向前 兩步並入三步走 哼 終於到達 這裡似乎還有一位夾客 我意味到了 他的機車方向 下一家 很有可能到達我那家 並且好像已經 收拾東西準備出發 我契機敗外 生怕發生 東西被夾走的悲劇 趕緊換錢 返回店家 這時候的他 也已經 準備騎車 情況越演越烈 是否能趕上他的腳步呢 還好我的腳成夠快 隨機塞入熱騰騰的硬幣 熟練的不協調多段甩 下爪 猛烈的內丟 撞擊到了右邊高級耳機 翻滾360度 華麗的畫下句點 結束了這次的驚魂祭 雖然東西不是很貴 但如果換錢的時候被撿走 心中難免有些疙瘩 你是否也有同樣的經驗呢 結束之後也跟那位夾克 擦肩而過 還好還好 馬上前往下一家店 唉呦 看到這種陷阱 還是會忍不住想試試看 這隻薩波 再引用我上鉤 不管了 也是來個小多段 向後下爪 非常漂亮 但這也是他的套路 旁邊只有靠上一點點 碰觸後馬上平躺 我決定再給他一次機會 看來我跟他的緣分味道 換牌 現在的娃娃機 還真都變化 看看這是什麼新奇的東西 三層 巧克力噴泉 巧克力 這爪位非常適合倒爪 如果台主沒有防禦的話 一下爪肯定是在地德 哼 我想也是 換台 這台後面狼君也長得太ㄎㄧㄥ了吧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前面的火精靈 感覺值得一試 這台使用JS爪 我採用血水方式 兩拍下爪 快到達頭毛的時候趕緊二收 可惜了 撞到擋板 往後掉了 沒關係 前面的寶可夢也是不錯 一樣的拍數 撈來擋一下 如果能把火精靈丟到後面 應該會更好夾 讓我們來努力一下吧 多段斜甩 向內下爪 下爪時沒有二收 收起來時 恰巧抓到兩隻小手 帶動後面兩隻娃娃 讓它無處隔跑 重心向洞口帶去 在透明擋板上跳躍後 成功出貨 剩下潰燙的娃娃 快速解決它 甩二收 可惜卡到後面的娃娃 走遠了 取戰利品 正版寶可夢火精靈 蠻可愛的 那這次娃娃機挑戰 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不錯的機台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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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